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为了追求美丽的荣耀和身材 就算要长途开车也不怕 而南加州有一家美容瘦身业者 最近选在华人秘籍的阿罕布拉市来开分店 因为业者就说 每个星期从圣盖博谷地区 开车南下到尔湾总店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如直接开分店 回馈华人 在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的支持下 这家美容瘦身店热烈剪彩 宣布第二家分店开张 以雄厚的资金和实力 陆续从意大利 法国和韩国 引进最新的美容瘦身仪器 不只强调效果更快更好 加上强大的顾问团队 更打造出顾客口中的好口碑 做过那个颈腹疗场 然后那个大概的话 我觉得做两到三次的话 效果就开始能看出来了 他那种就是说冷光 还有他的那个钻石蓝光 效果都很好 真的很感谢他们 对我们的信赖跟支持 所以也根据很多客人的要求 我们想说要不然我们在 阿姨巴尔开一间分店 这样子可以更好地服务大家 不只花大钱投资设备 会所更讲究合并中西医学 设计出经典减肥和淋巴排毒等 一系列的健康疗程 不只帮助女性朋友 兼顾内在美 连两岸三地的名演员杨布慧也来热情代言 所有的这个员工的他们在给你做的过程中 他会给你娓娓地到来 让你明白不只是在享受你的脂肪在燃烧 或者是你的皮肤在提升 你还会知道很多包括自己身体结构 迎接新分店开张 业者更推出超级好康 不论是面部雕塑 丰胸到瘦身 各种美容疗程都有体验架和大特惠 优惠期间有限 欢迎各年龄层的爱美人士前来美容咨询 让自己美得优雅又高贵 东东新闻叶永志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